最後就到C2了 就說已經知道了我們有exactly一個大樹仔 那就叫我們找回這裡有最少兩個小樹仔的概率是多少 所以其實C2來說我們就是在找P括弧 今天我們就要有兩個小樹仔 就是at least too small given that exactly一個大的 所以其實我們就知道訓母先 訓母就要有exactly一個大的 這個是我們的訓母 那份子就會是exactly一個大 同時又要有最少兩個小的 ok 所以其實我們就可以想回今天來講那個 今天來講如果用一個我們數case的話 訓母就是說我們要有一個是large ok有一個是large 要有四個就不是large ok 即是四個不是large 我可以這樣寫 那份子我們就要分case 因為你一大論最少兩個小的話 我們應該會有三種可能性 那就會有一大四小 或者是一大三小一是中 又或者是一大兩小兩中 我們應該會分成三種case 所以我們就可以計算出來 那訓母先吧 訓母是一大四個不是大 所以一大先 大那個的確是0.1151 所以就會是0.1151 那我要有四個不是大 所以就乘回1-0.1151的四次方 但是五個裡面你要選一個是大的 所以5c1 那到份子了 那就會有一大四小先 所以就會是0.1151 再乘回4小 小的確是0.2119 所以就會乘回0.2119的四次方 那五個裡面選一個是大 所以前面要有個5c1 那再加回1大3小一中 那最後就是1c1 那就是0.1151 那就是0.2119的三次方 那就是0.6730 那前面分case那邊要有 那現在會先有5c1 那我們就先有5c1 那五個裡面選一個是大的 然後有一個 還有一個只剩下四個裡面 選三個是小的 所以就4c3 那最後有一個1c1 那這個位不寫都可以 那最後就到這個了 那就是一大兩小兩宗的 所以就會是這個 你看看part C1計算了什麼 part C1就是計算有一大和兩小的確率 那這裡就是一大兩小兩宗的確率 所以其實part C1就是我們part C1計算到的0.0702 所以就加回0.0702就可以了 所以就按一按機了 不如我先把數量儲存 那我就把0.1151就是這個大 大我就儲存到A 跟著medium就是0.6730我就儲存到B 最後的小就是0.2119我就儲存到C 我剛剛是B 對的 那所以就刷機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就先有分子 5C1 乘以0.1151是大 所以就是乘回A 然後就乘回0.219的4次方 所以是C的4次方 再加回5乘以4C3 4C3其實都是4 然後再乘回0.1151的1次方 所以就是乘回A 再乘回C的3次方 再乘回B 最後就加回0.0702 你計算到是這個數 那我除了分母 所以就是除5 再除 A 再除 括回1 減A的4次方 出來是這個數 就是0.2440 就是這樣 0.2440 那這個就會是part C2的答案 1